Hello 大家好,我是PCM阿耀 話說我這部MacBook Pro已經用了超過四年多 有時在處理相片、影片時都會變得很吃力 剛巧 Intel 今年推出了全新第十代 Core 處理器 令到我心思思想換機 其實編輯部每個星期都會收到不同的 Notebook 給我們做測試 最近讓我發現一部適合自己的心水 說的是這部 HP Envy 15 說一下我自己的要求 因為多數都是用來工作用 所以不外乎用來寫稿、剪片、撿照片 有時都會用來打機 所以這部機都要達到一個 content creation 的級數 其實這部機只有2.15kg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 我又覺得未必 因為過去都是拿著2.5kg 的 Macbook Pro 出出入入 所以 Envy 15 的重量絕對是可以接受 拿這部機出外工作其實都很輕鬆 我當然知道越輕越好 但在效能和重量兩者之間作出取捨的話 我相信很多從事創作的用家都會選擇效能的一邊 而且大家可能都會認同 只要這部機平衡做得好的話 其實不會有頭重未輕的感覺 而 Envy 15 拿起手 在這方面就做得不錯 以下我就開始講一下這部 Envy 15 跟著我開工一星期的感覺 首先一般上網、找料、看網頁感 全新這部 Envy 15 改用了 Wi-Fi 6 AX 201 網絡卡 具備2x2天線 在家裡改用了 AX 環境下 一般上網、找料或內容顯示的速度明顯是有很大的分別 而在這段疫情期間 很多時候都要參加不同的 Webinar 或者網上記者會 隨機已經附設了視像鏡頭開關窗的保護 實體收音咪的靜音功能 對於操作上的確就手很多 另外就要介紹一個我覺得幾好的功能給大家 亦都是很多在用 iPhone 和 Windows 人士很頭痛的問題 在 Envy 15 裡面加了一個叫 HP Quick Drop 的功能 就好像我這樣 我會在手機 capture 了很多遊戲的畫面 或者做完東西拍下的影片、相片、 Notes 等等 回到公司只要開一個 HP Quick Drop 就可以很快將資料由手機送到電腦 相反亦都可以將資料由電腦傳送到手機 過程快捷又方便 早前都說到 今次 Envy 15 規格上用了 Intel 最新第十代 Core i7 處理器 內置最高 32GB DDR4 記憶體 以及 2TB PCIe NVMe TLC SSD 配合指紋辨識器 由開機到進入 Windows 的程序都很爽快 作為一部 Content Creator 的搵食機 大家可能都會關心這部機的屏幕色彩表現 它具備有 15 吋 4K OLED 屏幕 擁有 Versa Display HDR 400 True Black 認證 不過最重要都是色準部分達到 Delta-E 水平低於 2 執照和顏色控制方面都相當理想 屏幕還有德國內因低藍光認證 玻璃面板設計又有觸控功能 操作上會更加直接 要在 Envy 15 上應用一般 Word 、 PowerPoint 等工作的話 在規格上都看得出沒什麼難度 反而大家會關心它用來處理大量相片、影片編輯工作的話 它的表現又是怎樣呢? 首先 Envy 15 內置了獨立的 NVIDIA GeForce RTX 2060 Max-Q 顯示核心 在一般情況下會以省電為主 當要進行高負載工作的時候 HP 提供了 Dynamic Power 技術 可以根據軟件的運行情況 調節 CPU 和 GPU 功率 將效能提升至最高 Envy 15 是第一部用上了 Gaming 級散熱的 Envy 系列筆電 在熱度版和 12 窩風扇上加以改良 看到這次的機器在散熱的表現是很出色的 至於看片的話 Envy 15 亦內置了 B&O 的專業調音技術 也有 HP Audio Boost 看電影打機效果也有一定的享受 說到這裡 大家都看到這部機器有多棒 所以最終決定出機收貨